今天大家感觉如何 今天又被妹妹骂了 对不起 我们要分享自己的故事来达到内在医治 释放自己压抑的感受 我要快点找个地方搬走 不然我快发疯了 我妈妈是个自恋型人格 她常说我的坏话 害我老被人攻击 那天她牙痛 我还说 看吧 还敢说三到四吗 我妹妹很霸道 我也不知如何是好 就觉得受委屈 我记得牧师说你家拜偶像 让你觉得压抑 可不是吗 要求主耶稣保血来遮盖 保护 Lisa 你说了我的坏话 让我很生气 你别听Julie说 我是被陷害的 我就只相信Julie 天使是这样说的 你们都是有心机的人 还说 你才是坏人 鬼话连篇 没想到Julie说 你是不好惹的人 一点也没错 我学生说 天使说 我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我只相信天使说的话 你们让我失去力量了 活该 这就是报应 我把你们当作朋友 结果你们联合对付我 还散步谣言 唉 有时认识那些人那么久 才知道他们本性如此 难怪赖家人被下家人骗了 交友真的要小心了 就算是基督徒也不能大意 求神保守我们 亲近好友 远离损友 阿门 请不吝点赖家人 这就是 我自己认识 大家讨论